好 本劇出的好 出不出現的 結果卻發現 那麼醒來之後 出乎意料之外 我們說人都在旁邊 誰幹的活呢 工作幹完了 活像鬼了嗎 結果卻發現 而且確實令人不愉快 渾身精靈打了個冷戰 這是怎麼回事呢 鬧鬼了嗎 令人不愉快的 意料之外的結果 記住 結果卻 結果卻怎麼樣呢 發現後面加冰玉從去 Work had been done 工作已經被做完了 這是發現過去的過去嗎 過去反正是 overnight 就像during the night 在夜間 在這兒是當膚色來用 那下面交代 什麼工作被做完了呢 He had been cut and cow sheds had been cleaned 這個乾草已經被切整齊了 準備可以餵給馬牛了 並且這個 couches couches 牛棚 牛棚已經被清掃乾淨了 這個句子沒什麼說的 看裡面一些詞彙 首先讀一下這個乾草草料 曬好了可以給牛馬吃的乾草 因為剛割仙草吃完鬧肚子 晾乾了之後吃這個蛋白質高 這個營養成分高 我們讀一下這個詞 慢慢來 嘿 嘿 這乾草不可數名詞 這個詞是不可數的 後面那個牛棚 咱們再讀一下 單數去掉s couches couches 牛棚這個詞是可數的 乾草被切整齊 放在那個槽子裡邊 牛棚得打掃得乾乾淨淨 牛糞都沒了 誒 這是怎麼回事呢 誒 工作已經被完成了 還有更邪乎的 有人還親眼看到鬼了 你看下一句話交代 這更離奇了 他說怎麼呢 A farm worker who stayed up all night claimed to have seen a figure cutting corn in the moonlight 就是有一個農場工人呢 就是那天可能呢 有事兒 這熬夜一宿沒睡覺 他就聲稱啊 曾經看到過一個模模糊糊的身影 還看不清楚 在月光之中收割鼓物呢 這個事兒咱們一聽視覺的甚人 絕對著害怕 我們看看這個語法成分分析 平靜一下咱恐懼的心情 看看這個 他怎麼說 A farm worker 這是句子主語 白顏色是句子主觀結構 那麼後面兩個字號之間呢 是個非現能性的東西從具 補充說明一下怎麼樣呢 就這熬夜一宿沒睡覺 這個工人 Stay up 我們原來在前面講過 Stay up 表示熬夜沒睡覺 咱們講過這個是複習了 第二課就講過 然後呢 主句的微動詞是 Claim to have seen a figure 聲稱 曾經看到過一個模糊的人影子 這個Claim 是聲稱 Claim to have done 這個在第一課 A puma at large 我們就講過 聲稱曾經做過某事 用Claim to have done 用不定式的完成式 為什麼用完成式 咱們一會兒解釋 這個咱們第一課不見過 聲稱看到過美容詩的人 見過這個結構 這個figure這個詞 意思特別多 本文中 是模糊的人影子 朦朧的人的形狀 這個我們在第二課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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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等於一 那課書見過 他在手電筒的光線中 看到一個人影子 他立刻認出來了 是比爾維爾金斯 大家可能還記得 Danny figure意思特別多 我們還講過 表示著名人物 對吧 The colorful figure 一個多姿多彩的人物 21個 Danny Mendoza講過 還可以表示體型 How do you keep your figure 你怎麼保持體型呢 還可以表示數字 一二三四五 都是figures 可以這麼說 然後看到怎麼樣 Cutting corn in the moonlight 在月光之中 正在收個鼓 這個畫橫線的部分 可以看到是跟see 構成一個固定搭配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看到某人正在做某事 這是固定用法 好 這是語法結構的分析 下面我們看一看 一個重要表達 就是熬夜 它並不是表示失眠 失眠是想睡睡不著 熬夜是 我就不睡 我有事 沒睡 stay up 或者用sit up 都行 因為不睡覺 腦瓜衝上 你要睡著了 腦瓜就平著了 但我們再讀一下這段語 stay up sit up 都可以表示 熬夜不睡覺 它表示有事情 不是想睡睡不著 就是不想睡 我們看例子 he set up all night preparing for the exam 這種sit up 一般規定是 這個例句咱們見過 怎麼樣呢 他熬夜熬了一宿 為第二天的考試做準備 本文中後面也是叫做all night 一宿沒睡熬了一宿夜的 這個人 叫做熬夜 而不睡覺 咱們回顧一下 以前講的習慾 先複習再學新的 我們以前講過 點燈熬油 熬夜 有一個詞跟中文的熬 那個字類似 就是burn the midnight oil 點燈熬油 燃燒午夜的燈油 那歐洲古代也是燒油的這個燈 煤油燈這種 叫熬夜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burn the midnight oil burn the midnight oil burn the midnight oil 就是去熬那個午夜的燈油 燒這個燈油 也是熬夜 那麼長期這樣呢 這個人被稱為夜貓子 大家還記得 我們大聲再讀一下 a night owl a night owl 這個 hour 就貓頭鷹夜 貓子的意思 就是愛熬夜的人 這不是真的貓頭鷹了 愛熬夜的人 好 這是複習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搭配呢 就稍微輕一點了 就是 為了等某人回家 而沒睡覺 這個叫wait up 如果表示等某人呢 可以叫for somebody 跟stay up 可以同事記 stay up是熬夜 不知道為了什麼 這是為了等人回家 給他留個門啊 要不然不知道怎麼回事 不放心嘛 等著他回來 我們來大聲讀一下 wait up wait up 不管怎麼樣 腦罐衝上 後面這叫for呢 是等某人呢 我們看例子 I should go Mary will be waiting up for me 我說不行 我這天不早了 我得走了 為什麼瑪莉呢 可能還在家等著 我還沒睡呢 這不知道怎麼會 老公怎麼還沒回來呢 Mary will be waiting up for me 等某人回家 而沒睡覺 這很不放心嘛 wait up for somebody 可以順便記住 好 還有一個 我們呃 是表示想睡睡不著 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說過 輾轉反側 難以入眠 就是咱們說過的一個押韻的一個短語 我們大聲再讀一遍 toss and turn 再來遍 toss and turn 這是押韻的 toss是拋上去 turn是轉過來 一會兒拋上去 一會兒轉過來 就是我們這遮柄呢 在床上拿大頂翻跟頭的 總是輾轉反側 這個輾轉反側 跟toss and turn非常類似 咱們回顧一下以前聽過的一個聽力真題 好就這麼一句話 咱們再聽一遍 同時看看應該選哪一個 question number eleven last night i tossed and turned in bed too exhausted to sleep 好就這一句話 那abcd哪一個表現出了這個女的說話的這個含義呢 應該選d 對吧 正確答案是d選下 i was overtired and couldn't sleep 我呢過分的疲勞了 並且睡不著覺 累了好睡 然後過分累過頭了 渾身酸痛到睡不著了 表現的這個意思 我們看看原文中是怎麼說的 看著原文再聽一遍 question number eleven last night i tossed and turned in bed too exhausted to sleep 他說昨天晚上last night i tossed and turned in bed 我在床上靜遮柄呢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太疲勞了而睡不著 too to 結構一般可以翻譯成太怎麼樣而不 剛好正確答案呢是d 我是過分疲勞並且睡不著覺 我們再讀一下段語 toss and turn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這個多數是複習 我們不能光複習 溫故還得知心 我們再看一看 在這個這個 以前第十八課 遠離第二課 後面十八課 講誇張的修辭的時候 講過一個搭配 一宿眼都沒合一下 叫not sleep a wink 或者叫not get a wink of sleep 都可以表示 一宿沒睡 就一宿眼都沒合一下 wink 就眨眼的意思 the girl is winking at me 那個女孩 觸摸眨眼 觸摸幾個眼 使眼色 怎麼說 如果連眨眼的睡眠都沒有的話 那不可能吧 你眼睛十分鐘不眨 亮乾了就瞎了 這是誇張 就一宿眼都沒合 跟重點眼都沒合一下 是類似的 我們大聲讀一下 not sleep a wink not get a wink of sleep 第一個sleep是動詞 第二個sleep就名詞了 在那邊 not get a wink of sleep 就是一宿眼都沒合 就近熬夜了 我們看例子唄 I didn't sleep a wink last night with all that noise 我說因為有這麼多的噪音 我這昨天晚上的眼都沒合 根本就一秒鐘都沒睡著 眼都沒合一下 或者用第二個搭配帶進去 I didn't get a wink of sleep last night with all that noise 因為有那麼多噪音 所以我一宿眼都沒合 這也是表示沒睡著 這個不是有心事 而是外邊有噪音 總之沒睡著 眼都沒合一下 可以這麼來說 好 這個記住 我們順便再看一看 三錯中另外兩個 有關睡眠的 特別精彩表達 咱們在相同那個語境下 就好用了 比如說咱們看看44個 就是這個204頁的第七行 204頁的第七行 看他怎麼說 他說 During the day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在白天 我是忽睡忽醒 睡不安穩 這個snatch 當名詞可以叫片段的時間 就是十分鐘 五分鐘 一小段時間 就snatch 那麼睡眠怎麼來呢 是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來的 後面這個 in snatches 本身就表示斷斷續續的 什麼意思呢 忽睡忽醒 這是形容在火車上 總是來回搖晃 睡一會醒了 睡一會醒了 睡不安穩 忽睡忽醒睡不安穩 用我們大聲度變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sleep comes in snatches 這叫忽睡忽醒 睡不安穩 也是描述的特別穿深 順便我們舉一反三 再看一個 你看依然是在204頁 44個 第七行 同一行的開頭 同一行的開頭 204頁第七行 就在剛才那一行 在開頭 出現一個 allows you to sleep 那麼動詞原型的 就是把這個 s去掉 第三聲單數 allow somebody to sleep 這個allow 表示 calm down 使某人安靜下來 平靜下來 就是 使某人沉沉睡著了 使他安靜 最後必然睡著了 那哄孩子睡覺也可以 allow the baby to sleep 哄某人睡覺 或者沉沉睡去 都行 這個 我們不妨來看一個簡單句子 比如說 我說這麼一個中文 我說這夢幻般的音樂 使我沉沉睡去 本來就有點困 聽著像夢一樣的這個節奏的音樂 像恩雅那個 整個就跟做夢一樣 這個使我沉沉睡 allows me to sleep 就好了 夢這個音樂嘛 不可數嘛 也用第三聲單數 就llows嘛 就好了 但是那個 夢幻般的怎麼說呢 夢幻般就像夢一樣的嘛 咱們第一刻講過 像貓一樣的噪音 叫cat-like noises 那麼像夢一樣 像夢一樣 dream-like music 就好了 這夢幻般的音樂 使我沉沉睡去 如果一般現代史的話 是不是可以這麼說 the dream-like music allows me to sleep 依然第三聲單數加S了 大家看到 就使某人沉沉睡去 好 這個相關的搭配 咱們可以同時記住 再回到原文中 一個熬了一朽葉的一個工程怎麼樣 claim to have seen the figure 聲稱曾經看見過一個人影子 這個claim to have done 這是第一顆知識複習 叫聲稱曾經做過某事 咱們說過 如果聲稱去做某事 這claim to do 為什麼用不定式的完成式呢 非常簡單 我們以前說過 用動詞不定式的to have done 這動詞不定式的完成式 什麼時候用呢 就是它表達的是 這個動詞不定式裡邊這個動作 就是後面這個do這個動作 發生在中心動詞之前 就是聲稱曾經做過某事 做這個事是先發生的 聲稱這個中心動詞是後發生的 所以聲稱曾經做過某事 用to have done這個結構 那同樣說呢 過去的過去發生 不可以用實態來表明嗎 這沒辦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claim這個動詞 它搭配就是claim to do 它必須用動詞不定式的固定搭配 動詞不定式 一般都表示要做的事情比較常見 但是這固定搭配必須用to do 我還要表達它發生的更早 沒有辦法了 只好用to have done這個形式 能理解了嗎 就這個搭配決定 它必須用動詞不定式 但我還要表達動詞不定式 動作發生的更早 怎麼辦呢 就用動詞不定式的完成式 to have done 聲稱以前做過某事 聲稱是後發生的 做這事先發生的 本身聲稱看到過這個人嗎 是這個意思 我們再複習一下第十四頁 第一課 十四頁的第五行到第六行 十四頁第五行 它說 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have seen the Pima was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因為這些聲稱 看到過美洲詩的人們做出的描述 是特別的相似 大家看到了吧 聲稱看到過美洲詩 看美洲詩是先發生的 聲稱是後發生的 就好了 這是我們以前的舊知识複習 那還有在新幹線二側 其實就出現過這樣的搭配 咱們看新幹線二側的第八十二課 就是是魚還是腰這棵樹 二側的第八十二課 出現了這麼一句話 其實就是八十二課的第一句話 Fishermen and sailors sometimes claim to have seen monsters in the sea 漁民們還有船員們 有的時候聲稱呢 曾經在大海裡看見過怪物 那聲稱是後發生的 聲稱看到過 to have seen 還是這個結構 跟本文中聲稱看到過人影子 很類似 但如果聲稱做某事 不是聲稱做過 那麼用claim to do就好了 這不強調這事先發生了 我們看例子 咱們見過這個例句 so far no organization has claim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目前期間為止 沒有任何組織聲稱 對這個事件負責 你看它不是聲稱 在去年曾經負過責任 就是聲稱去負責嘛 這裡用claim to do就好了 就不用to have done 這個結構 好 本文中是聲稱看到過 一個figure 咱們說了 模糊的人影子 cutting corn 就收割古物 cutting是跟前面sea搭配 they have seen 那個歷史 看嗎 看到某人正在做某事 corn 這是古物莊检 在哪呢 在月光之中 在月光之中用的是 in the moonlight 在月光之中 這個好記 那在陽光之中呢 在陽光之中 表達可就多了 我們可以說 in the sunlight 可以 in the sunshine 可以 甚至於 in the sun 也行 we are all lying in the sun 不能說我們都躺在太陽裡邊 那就死了 它在陽光之中 這個sun 表示陽光 也是不可數名詞 那麼sunshine 往往來的比sunlight 有更加強烈一些 普照的陽光 但一般都是陽光之中 但是在月光之中 就不能說 in the moonshine 沒有這樣的詞 也不能說 in the moon 更不可能了 in the moonlight 或者你可以把借詞變一下 叫做by moonlight 這是可以的 in the moonlight by moonlight 借著月光 這也可以 本文中說 在月光中借著月光的樹骨骨 這是可以的 哎呀 這個一穿十 十穿百啊 這個大家可能都 都公認了 確實這農場上呢 有鬼了 有鬼了 所以下句話說 in time 是個時間壯語 不能翻譯成即時地 注意這是多意思啊 in time 可以表示即時 he came back in time 即時回來了 但本文中表示 逐漸的慢慢的 經過適當的時候 這是個習語 一會咱們會講解 慢慢的 然後後面的主幹結構是 it became an accepted fact 這變成了一個 被大家接受的事實 就是公認的事實了 什麼呢 that 從句一直到句末 這是什麼 是什麼從句啊 我們看到好像是同位於從句 其實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這個 it became an accepted fact 這變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 這是指什麼呢 我們看到這個it 是一個形式主語 也就是後面這個 那從句到句末 這是真正的主語從句啊 這變成公認的事實 就後面這個事兒唄 所以這是主語從句 而不是同位於從句 咱們這個書後 這個新概念書後注釋 這個出錯誤了 什麼呢 就是卡古斯兄弟 僱用了一個認真負責的鬼 後面再加定義從句 就是牽套在這個主語從句 內部的定義從句 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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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從句了 來修飾這個鬼 因為鬼不是人 咱們一般就不用who了 就用that就好了 那did mostly work for them 為他們做了大部分的工作 就這麼一個結構 好 咱們看看裡邊的一些細節 首先第一個 就是重要的這個搭配 就是in time 叫逐漸的慢慢的 經過了適當的時候之後 就如何了 我們大聲來讀一下 in time in time 當然它可以表示即時地 有這個意思 he came back in time 就是回來了 咱們說過 但本文中是多一詞 翻譯成逐漸的慢慢的 you get used to it in time 你慢慢就會習慣它了 慢慢的逐漸的 經過適當時候 就怎麼樣了 in time 本文中也是慢慢的 大家都接受了這麼一個事實 是這個意思 跟它類似的搭配有好幾個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in due time 也是表示逐漸的慢慢的 經過了適當的時候 或者我們用with time 也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慢慢就如何了 意思跟它是一樣的 或者更複雜一些 我叫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或者用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passage也是經過通過的意思 隨著時間的流逝就怎麼樣了 我們把後面幾個大聲讀一下 into time with time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好 隨著時間的流逝 逐漸的慢慢的就如何了 本文中注意用in time是正確的 逐漸的慢慢的怎麼樣 這就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了 前面這個it是個形式諸語 在事實後面跟的是逐漸從句 儘管一般在the fact後面跟 同位從句比較常見 但本文中明顯不是 它不是解釋the fact是什麼 而是這個這個衝達真正主義的 因為前面it是形式主義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書後的注釋 有些問題 咱們要是新版本的書 可能改過來了 咱們看一下教材143頁 143頁在上面的注釋3 咱們看看 in time it became an accepted fact that 最後什麼什麼成了公認的事實 這個倒對 in time做終終於或最後 這個解釋有些問題 最好發現逐漸的慢慢的 不是最後 它是經過適當的時候 這個解釋不是特別準確 最大的問題在後面 這個nat引導的從句 做fact同位於 這個解釋有問題 這不是同位從句 顯然在此地是一個主義從句 因為前面it明顯是個形式主義 這個萬葉社的這本書啊 英語部分是百分之百值得咱們信任 亞歷山大這個原著作是萬無一失的 但是咱們中文的後面這個注釋啊 譯文呢 包括書後題的答案呢 個別地方還是有些小失誤 可見這個中國人的智學精神 還是不如老外這麼嚴謹 這老外是英語寫作使人精確嗎 的確新概念的英語部分 非常之清覺 值得咱們百分之百去信任 好了 那後面再看主義從句 他說 考古斯兄弟呢 僱用了一個認真負責的鬼 這個鬼替他們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這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了 咱們看了半天了 咱造個句子吧 總不造句總覺得手癢癢 咱們試著來先看中文 哇這個很複雜 現在在醫務界呢 弥漫著一種不正之風 這已經成了公認的事實了 醫務界可以叫medical field 叫醫療這個領域 弥漫著就有個事情很盛行 叫prevail 某個事很盛行 就是這個這個 弥漫在這個地方很盛行 一種不正之風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在23課講過 叫a bad practice 23課就是各有所愛那棵樹 我們說一個習俗 一個風俗 一個慣例 叫做practice 就習慣性的做法 一個不好的習慣性的做法 就是a bad practice 這是不正之風 這已經成了公認的事實了 你看這這個事太長了 在本文中 一樣可以用這個形式主語 叫it became accepted fact bad 或者一般現在是it becomes也行 一公認事實 後面呢 就用主語從句吧 來描述這個事 就是一個不正之風 弥漫在醫療界就行了 然後描述是什麼呢 醫生給病人開出過分昂貴的藥 而病人呢 在他們來講呢 不得不給醫生掏紅包 以換取更好的治療 和更安全的手術 這個開藥 有個動詞叫prescribe 叫開藥方開處方 那麼這個紅包呢 這種中國專有的東西 咱們可以用漢語篇 用紅包就行了 只不過呢 老外你看說紅包 老外說是不是紅色的包子啊 他不理解 那後面又同語解釋 放在信封裡的錢 他知道哦 這是給醫生就行賄 然後換取更好的治療 better treatment 更安全手術 safer surgery sirgery sirgery當不可除名詞來用 手術 對就好了 咱們看看這句話怎麼說 該怎麼說 先為形式主語 it has become 就對現在有影響用完整實了 has become an accepted fact that 真正主語 a bad practice is prevailing 正在瀰漫 在哪呢 in the medical field 在醫療界 描述什麼呢 這個 doctor 醫生們 prescribe 一般現在是 much more expensive medicine than necessary 比必要的昂貴的多的藥 並且按patients 加個查入於 for their part 對他們來說呢 怎麼樣呢 have to give doctors 紅包 給醫生紅包 是什麼呢 money in red envelope 紅色信封裡的錢 這明白了 來幹嘛呢 for better treatment and safer surgery 當然這個不是為了給紅包鼓掌了 這是句子造成了 你看前面這個it 還是形式主語 我用完成時是強調 對現在有影響 現在大家有公認 變成一個公過公認事實 然後它主意重序 這個什麼是公認事 這個事 後面是主意統聚了 一個不正之風正在弥漫 在哪呢 在醫療界 下面說呢 醫生開出比必要的貴得多的藥 样物medicine 可以當不可數名次來用 泛指是可以當不可數的 and patients for their part 有个搭配就for once part 就是对谁来说 for my part, I prefer to live in a city 对我来说,我喜欢住的城里 对谁来说 注意这个part,没有我担负出变化 for their part,不要用for their part 对他们来说,怎么样呢 必须不得不给医生红包 用这个引号引起来 什么是红包呢 就是放在红色钱包里的钱 钱是不可数的,为什么呢 为更好的治疗和更安全手术 老师说过,surgery是不可数名词 但如果operation,就得用operations 这是一次两次手术 是可数的 好,这个第一段就交代了这个农场闹鬼 但是读者还是有疑动 这鬼谁见过鬼呀 究竟是不是鬼呢 在第二段第三段 要慢慢揭示这个谜底了 好,第一段跟老师先看到这